今日中国首善陈光彪在得知亚安遭遇灾情后第一时间带着23人的救援队伍 并租借了13台大型机械奔赴灾区抢险救灾 应有的表现在自使他成为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他向灾区民众发放了30万元现金的消息 更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他高调慈善的作风 日前因腰伤复发的陈光彪不得不离开救灾前线 并于4月26日首度在媒体面前正式亮相继续他的高调慈善事业 带领着山东卫视梦想直达栏目的24家BOSS团为灾区人民送十家店 吹响慈善集结号 而且现场还摆出了200万元现金 承诺为参赛选手添砖加瓦 如今在两个凉茶品牌竞争不断的硝烟下 陈光彪也跨界经营起了好人排凉茶 虽然陈光彪承诺将会把部分收益作为慈善捐出 但不免还是让人联想到他是在利用慈善经营自己的事业 采访当中他也是高调回应了该话 当然一个企业家首先你要能赚到钱 左手要赚到钱 右手你才有实打实的真金背影去帮助别人 大部分人都是希望标根能赚到更多的钱 标根能赚到更多的钱 社会上有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才能得到帮助 对不对 我们社会需要正能量 我们社会需要大的扬善惩恶 要让好人真正的有好报 要让那些恶人就要受到制裁